作为一名美籍华人呢 我非常喜欢看中国的新闻 像这个新浪新闻 搜狐新闻 但是我觉得这两个网站的假新闻太多了 造谣太多了 你说最近看的新闻就造谣李廉洁因为得骨癌去世了 安吉拉贝比又和黄晓明离婚了 什么郑爽又服毒自杀了 你说整这种乱七八糟根本不可信的这种谣言 放在标题党放在那博取这个点击率和那个想上热搜 这种多么的无耻对不对 你作为一个自媒体作为一个新闻人 你不应该建立把自己的这个文件 这个发送的文件建立在这个不要脸的没有良心的基础之上 靠造谣靠污蔑来获得收视率和热搜 这太无良了我顶顶肥很尴尬